爱干路 爱干梅 重碗面粉 前日子台湾好市多 时安新闻连环报 还有知名的共玩店和好市多 合作推出商品 却被民众批评很难吃 跟其他通路买到的差很多 但为什么假日来到好市多 还是人山人海 为什么走进好市多 就会忍不住买了满满一车 为什么台湾人这么爱好市多 不但亚洲获利前五名的分店 台湾就占了三个 台中南囤店获利还是全球第一 诶 这种好市多现象 对台湾人到底有什么 难以抗拒的魅力啊 哈喽 各位foodies 我是Liz 你知道台湾第一家好市多 是哪一间吗 许多人会以为是台北的内湖 或细纸店 但其实台湾第一家好市多 是细元1997年 展店在高雄前镇区的中华路上 由美商Costco和高雄大同集团 分别以55%与45%的股份 合资成立好市多股份有限公司 共同经营 当初好市多决定来台湾展店的时候 原本以为只要复制美国Costco的模式 就可以顺利营运 但当时台湾的消费者 根本没停过好市多 高雄的第一家店刚开幕的时候啊 每天员工比客人还要多 好不容易走进来一个客人 员工都忍不住想要鼓掌 为了找出台湾人的喜好 当有客人光顾时 主管啊甚至还会从二楼的办公室 冲到一楼卖场看客人到底买了什么 除了在台湾没有知名度 台湾的消费者也很难接受 还没买东西 就要先付新台币1200块的会员费 好市多的大包装文化 也遭到许多批评 最常听到的就是 Costco不懂台湾消费者 当时市场普遍认为 以台湾消费者的习惯 好市多应该撑不久 好市多登台后 就这样一连亏损了5年 后来 先以体验行销来吸引顾客 推行一日卡一周卡 以短期会员的方式 让消费者到卖场实际体验产品和服务 才逐渐打开市场 如今20多年过去 好市多在台湾脚出亮眼成绩单 从年年赔钱到成为全球资优生 台湾的好市多是怎么办到的呢 好市多在家1983年 在美国西雅图诞生了量饭巨头 目前在全球总共有858家分店 主要营收来自1.23亿张会员卡的入会费 好市多目前在台湾已经有14家分店 以区域密度而言 台湾仅排在美国和加拿大之后 好市多在台湾料饭业市占率 更高达44% 亚洲获利前5名的分店 台湾就占了3个 台中南屯店 更是全球Costco获利第一名的店王 而且 营运完全不受台中二店开幕影响 官方最新数字指出 台湾有320万名好市多会员 以台湾成年人口总数推估 等于在台湾18岁以上的成年人里 每7个人当中 就有1个人是好市多会员 而且会员需卡率更高达95% 高于亚洲其他市场平均的90% 台湾这个好市多小经济 引起了总公司的重视 在去年6月底 以10.5亿美元买下台湾大同集团 持有的45%股权 台湾好市多从此成为 台湾唯一一家纯美商的量饭店 好市多的经营理念 是提供会员低价的选择 和其他零售商 动辄上万件品项比起来 一间好市多平均只有3700种商品 主要贩售热销高库存周转率的商品 并透过大量计货 来压低商品的进货成本 好市多拥有高度透明的全球采购系统 能立刻找出各国品质最优 价格最低廉的产品 从而控管成本 而且坚持在每项产品上 平均只赚10%到12%的毛利 能多赚的也不多赚 比其他通路便宜很多也无所谓 尽可能的让利给会员 万一有商品毛利超过14% 还要向总公司提交报告书说明 或者要采用附赠其他物品的方式 来降低毛利 2022年台湾好市多的毛利率 仅有11% 这个数字低于量饭业界 平均15%到20% 更远低于零售业整体平均的 20%到50%的标准 好市多在全球都使用同一套做法 为什么台湾的表现特别好呢 好市多的台湾经理人 张四汗给出了很明确的答案 就是因为台湾人超爱进口品 不过啊 这个是好事还是坏事呢 在其他国家的好市多 架上的商品65%来自在地 唯独台湾好市多货架上 超过一半以上都是进口商品 而进口货的毛利不仅更高 更是好市多与竞争者 差异化的最大优势 好市多的商品 除了有来自全球的畅销商品 还有旗下自有品牌 柯克兰Cookland Signature 以及台湾在地厂商合作的独家商品 再加上超优惠的价格 让许多台湾消费者 逐渐被全粉 心甘情愿的缴年费 除了硬核的商品力之外 好市多也悄悄改变了 台湾消费者就有的消费模式 这并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 但好市多做到了 甚至成为一种信仰 到底它的魅力何在呢 真正的原因就在于 好市多精准掌握了消费心理学 好市多最厉害的秘密 其实是一开始 让台湾很难接受的 会员制 你必须成为会员 才能套入好市多 享受别人没有的优惠 这样的会员制 让消费者 在成为好市多会员的那一刻 产生一种 独一无二的会员专属感 而且 好市多的会员卡 全球的分店都可以用 是不是觉得 好像有种全球畅行无阻的尊容感呢 会员制最重要的效应是 沉默成本效应 根据2017年一项 会员制商店消费研究显示 消费者为了证明 会员费没有白白的绞交 会更长到好市多消费 大多数的人都会觉得 买越多赚更多 想办法多消费 才能把年费赚回来 那第二个有趣的行销手法是 好市多的装潢风格和商品陈列 下次你去逛好市多的时候 仔细观察卖场 会发现几个 和其他卖场很不一样的地方 首先是好市多基本上没什么装潢 除了真的可以省下不少装潢费用以外 还会让消费者觉得装潢省下来的钱 应该会让这里卖的东西更便宜 再来是好市多的商品没有固定的位置 在走道上也不标示贩售种类 这种刻意带给客人不便的做法 会让你逛更久买更多 再加上好市多总公司 给当地采购团队很大的自由空间 在地采购者可以用最贴近消费者需求的团队 去决定该进什么货 尽可能的贩卖当季 正受欢迎的商品 而且消费者有时候 还会找到意想不到的商品呢 譬如最近就有高达两公尺的 万圣节木乃衣装饰 或者是之前很夯的摩埃像 让消费者体验到一种 寻宝的兴奋感 如果你仔细观察好市多的商品标签 某些商品的价格会飙上一个小星号 这代表售丸不补 一开始标记是为了 内部的仓储人员方便管理 但后来居然让知道这个秘密的消费者们 产生了要买要快的囤货冲动 第三个很有意思的行销秘密 是好市多的烤鸡和热狗 今年初 美国大名鼎鼎的主厨 David Chain 在她的Podcast节目上面 讲到说她去了她这辈子第二次的Costco 买了Costco最热门的商品 美金4.99元的烤鸡 但她心冲冲吃了以后呢 评论说 我认为Costco烤鸡 是史上最难吃的烤鸡 节目上线之后啊 彻底惹怒了网友跟广大会员 网友疯狂转发她的话 沿上David Chain 那看到这段新闻 我除了玩儿 也想到让我纳闷很久的问题 那就是 为什么好市多的烤鸡这么便宜 台币200多块 就有一整只拳击 烤鸡面包加一杯饮料 只要新台币50元 难道不会赔钱吗 其实 好市多的烤鸡跟烤鸡 确实是赔钱货没错 在美国光是烤鸡 Costco每年估计要损失 3000到4000万美金哦 但他们既是赔钱货 也是招财猫 许多消费者会为了买便宜的烤鸡 他竟好市多 却很少有客人 只带着一只烤鸡出厂 这些赔钱商品 带动了其他商品的买气 是真正的带路鸡 除了烤鸡和热狗 卖场中随处可以见到试吃摊位 好市多非常清楚 人们对免费的食物没有抵抗力 曾有研究显示 如果一间卖场定期定量提供免费试吃 至少可以提供30%的销售额 还可以使民众愿意购买以前没买过的 或是不在原本购买清摊的额外商品 大家永远是在结账的时候才发现 自己不知不觉 买的比预期还多 好市多行销学 就是这么神奇 不过其实好市多不只是个人或家庭采买 现在也有许多餐厅 会到好市多大量采购营业用的食材 除了好市多官方 就有推出餐饮业商业配送专区外 在Costco好市多商品经验老实说 这个脸书社团上 也可以看到许多社团成员 都是餐饮业者 有网友观察到一个有趣的现象 星期一上午10点 刚开门的新竹好市多卖场 就有一大堆人了 不禁疑 好市多礼拜一怎么有那么多人 那就有内行的网友跳出来解释说 其实是因为很多餐厅休礼拜一要捕获 实际上根据好市多内部的会员资料 餐厅早餐店饮料店等中小企业 就贡献了好市多四分之一的营收 为什么有这么多餐饮业者爱买好市多呢 前阵子我和朋友聊到这个话题 他跟我分享了一个故事 好几年前在屏东 有一家他很喜欢的早午餐 食材都是采用小农器做 产地直送 如果有机会到屏东 他都会特地去吃 后来发现这家早午餐店跨县市 开了许多分店 他再去的时候就发现 餐盘上的食材 已经换成了好市多的可颂 bagel 火腿香肠等等 你们有发现吗 这个现象也同时发生在 许多咖啡厅早午餐店 虽然每家店的菜单各意齐趣 但食材千篇一律 就像快食上现象影响了服饰业一样 好市多的快食材也影响了餐饮业 在好市多你可以用很低廉的价格 买到已经处理过很容易烹调的各种食材 这些熟食生鲜冷冻的商品 共同色色就是 快速方便容易烹调 让餐饮业者可以在很短的时间内 就完成餐点的备制 在时间和成本的考量下 这些快食材 悄悄成为许多业者的优先选择 有趣的是 除了餐饮业者外 其实就连食品制造业 也抵挡不了好市多的影响力 不少厂商会为了好市多 另外开一条生产线 在成分或配方上可能会有些不同 造就了这些商品出现独特的 好市多特质版 而影片一开始 我们提到好市多最近的食安问题 那我觉得民众或是业者 可能会因为这些问题 而不太敢继续向好市多购买 但却意外在一些社群的讨论串发现 即使好市多连续出包 但绝大多数的人 依然愿意持续购买 许多人认为 商品出包是难免的 而且毕竟是少数 就有网友表示 有时候根本没想那么多就买了 反正Costco不喜欢的 都可以退货啊 没错 可以退货成为了另一个 餐饮业者喜欢到好市多 进货的原因 好市多的退货机制 是整个企业价值里 为了给缴费会员尊重 而不可或缺的核心内容 因此非常弹性 许多餐饮业者认为 好市多的退货机制完善 发生任何状况 都能无条件退货 可以有效避免损失 甚至获得赔偿 不过按照好市多的规定 三千食品类只要退货 就必须按照规定销毁 这样的规定 来自好市多对于食安的考量 以及会员的尊重 如果你不想浪费食物 或者退货的宝贵时间 或许你可以多想一分钟再决定 好市多为台湾带来的巨大影响 造就上校游食品产业 餐饮业者 家庭餐桌 消费行为的改变 真的是超乎我的想象 这些影响 有蔓延到你的餐桌吗 你觉得好市多对台湾餐饮的样态有影响吗 如果你有发现这些正在悄悄影响你的好市多现象 欢迎留言告诉我哦 最后想问问各位福利 你和好市多的距离是 留言跟我们分享吧 欢迎在留言区跟我分享你的感想哦 好的 以上就是本集的内容 希望你喜欢 记得订阅栗子的美食家自学之路 按赞开启小铃铛 锁定更多精彩的美食分享与平息 我们就下次见咯 拜拜